現在其實最重要的主旋律 還是俄武戰爭 俄武戰爭 美國做了一個動作就是 他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館 居然剛剛講 要求美國公民赶快離開 難道大家講 這個戰事還有一次往上升嗎 現在剛剛講的 俄羅斯準備要打一場 這個春季大戰 我要把頓巴斯完全控制下來 難道現在西方世界 也要支持烏克蘭 大戰即將開始 在大戰即將開始的時候 大家沒有辦法置身事外 全部會聊樂器 聊樂器的狀況下 美國公民趕快跑 對 沒錯 那麼美國突然間宣布 所有的美國公民 不要再進入俄羅斯 有在俄羅斯的 馬上離開俄羅斯 那麼避免俄羅斯利用 無謂的罪名 那麼進行拒捕 我相信美國政府 絕對不是吃飽的撐著 突然間發這個訊號 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 真的顯示 這一次俄羅斯可能最快 在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 進行一個非常大規模的一個 等於說作戰 為什麼呢 可是現在傳出來資料是 他現在坦克區不是開始行動嗎 可是他在坦克區 開始行動的過程中 他等於是受到了 烏克蘭的當頭痛擊 他的死亡人數 每天都八九百一千人 對 目前大概一天 有八百多個人死亡 那麼除此之外 他們號稱有 一千八百多輛 一千四百多輛的 這個坦克裝甲車 不斷的進去嘛 可是現在呢 那麼在這幾天 一天就被烏克蘭呢 直接摧毀了 大概有三十輛的這個裝甲車 為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裝甲車沒有 這個適度的這個保護啊 那麼結果呢 就進入了那麼烏克蘭 所設下的這個 無人機的相關的陷阱裡面 結果這些裝甲車呢 全部被殲滅 那麼這次殲滅 聽說是這個 這段時間裡面呢 俄羅斯所遭遇到的 最殘酷的 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殲滅戰 那除此之外呢 這幾天 這幾天 瓦格納集團的 相關的成員呢 不約而同的 有一些訪問 跟一些影帶都出來了 其中有一個影帶是什麼呢 是一個瓦格納集團的 這個成員 他想逃兵 結果被逮到了以後呢 他先被人家打昏 打昏了以後呢 就進行審訊 審訊的過程當中 保洁 一個大鐵錘 就突然間 朝這個瓦格納的 這個逃兵呢 棒了頭部就打下去了 最後就不見了 最後整個影帶就不見了 旁邊只聽到一句話 就叫做 審訊結束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意思就是 瓦格納逃兵 你想逃是吧 你不想作戰 自己的下草 我就把你幹掉了 那最後呢 有兩個這個瓦格納呢 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是兩個瓦格納的 這個集團 之前不是說瓦格納 到這個 俄羅斯的監獄裡面呢 去跟這個囚犯說 你們如果願意來的話呢 半年 就讓你們 無罪釋放 那結果 其中有兩個 是在跟烏克蘭作戰的過程當中 投降 他們投降了以後呢 接受媒體的訪問 那麼其中有一位呢 直接坦白的說 因為他犯下殺人罪 所以在俄羅斯的監獄裡面呢 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瓦格納傭兵來招募 招募了以後說 你只要打半年 就簽一個契約 打半年的仗到烏克蘭去呢 那麼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沒有講說 是在第一線 最前線 然後就直接跟烏克蘭這樣打喔 他用騙的騙去了以後呢 那麼沒想到 他們沒有想到 竟然我所遇到的對手 就是那不要命位的 保衛家園的 這個烏克蘭的士兵嘛 所以最後在一場激戰過程當中 他跟另外一個同事 兩個人選擇就投降 可是他說啊 在此之前 他們這些瓦格納傭兵呢 從這個監獄裡面 找來的人 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 在下令前進 他們都是一個 比如說一個連隊 一個小隊這樣往前衝嘛 他說 大概每一次下令往前衝啊 大概有七到八成 當場就陣亡了 當場就死了 就被烏克蘭人給打死了 那其中有一位 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同志這樣 他就躲在樹後面 不敢前進嘛 你知道結果是怎麼樣嗎 他活下來了 但是 他的結果是 瓦格納傭兵的 這個等於說 頭頭把這個人呢 那麼在類似我們那種玩點名的 那種這個部隊集結的時候呢 叫他在眾人面前挖一個坑 挖一個坑 大家想說他要幹什麼 結果這個長官呢 就叫他挖一個坑了以後呢 就叫他背對大家 然後拿出手槍來 砰一聲 他就直接下去了 當場把他給槍斃 你知道嗎 你畏懼不前對不對 我就把你殺了 所以現在他說瓦格納 我們之前說俄羅斯的軍隊 不耐打對不對 可是你要發現 今年到現在打了一個多月了 那麼瓦格納傭兵 一個小小的地方 那個村落一個一個收復對不對 那烏克蘭的阿兵哥說 他們那個機關槍打到 都已經沒有子彈了 看不會死 瓦格納不怕死的往前衝 不是不怕死 是因為後退就是死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只能往前進 所以你從這個瓦格納傭兵的動作裡面 就可以看到 而且現在 那麼從種種跡象顯示 那麼普丁正在進行一個計畫 什麼計畫 2月24號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 他現在顯然 他現在顯然動用了幾十萬的軍隊 甚至於有可能找這個 等於說把俄羅斯六萬大軍 配合俄羅斯的大軍 然後兩個方向直接從北部跟東部 這樣子不斷地集結 這樣壓下來 為什麼 其實他目的只有一個 他不是想要之前一樣的 把基辅拿下 把哈爾可夫 他不是用了100多枚飛彈 去打哈爾可夫的地方嗎 那麼甚至於一個小時 17次的發布 17次的空襲警報 他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真正的目標其實 只是想要拿回 那麼在去年下半年 被烏克蘭所奪走的 頓列斯克跟盧甘斯克的這些地方 他把它拿回了以後 宣布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所謂的特殊軍事行動 那麼目的在於 也看看能不能保住 那麼現在烏克蘭的那個炮彈 不斷地攻打的 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因為北約在剛剛發布了一個新聞 他要求北約所有的盟國 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炮彈補足 因為烏克蘭現在一天 那麼用美國跟北約這些國家 所支柱的炮彈一天都發射 超過1萬枚以上 所以現在要求北約的成員國 把這些炮彈火速給他補足 好 東北 現在美國大使館居然叫你現在在 莫斯科在俄羅斯的公民趕快離開 然後再看到了北約說炮彈馬上補足 現在在俄羅斯戰場有一個 我們等於說大戰即將開始嗎 所以我同意瑞德的講法 但是這個俄羅斯這個大戰 他的戰爭目標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他現在只限於烏冬了 他只要把頓巴斯拉下來 鞏固好 然後看是不是能夠把他保住 他的軍事目標現在只能這樣子 他的人力也只有這樣子 他沒有辦法再發動那種 從這個北邊攻 吉附啊 其他地方 而且白俄羅斯不可能下來的啦 白俄羅斯那個盧卡森哥驚得很 對不對 他清楚 他要嚇他早就下來了嘛 打了一連他也沒有參戰 所以不會再下來的 不可能啦 不可能的 對不對 他也看得很清楚 俄羅斯這場戰爭其實是失敗的 他的戰爭目標是沒有達到 我們上一段有講到 說是他這個三天打下基輔 不是啊 他原先設定的基輔 是一小時二十分鐘 三天是要打穿烏克蘭 這個現在已經大家都看到了嘛 已經一連了 滿一連了 但是他必須要做最後的一次 這個拼命 看可不可以打出一點成績出來 但是我認為是不可能 他會把他的老本全部消耗在這上面嗎 把他的老本全部都消耗在上面嗎 他已經消耗得差不多啦 是不是 那個有一個這個 Oryx荷蘭的一個專門監控這個 烏克蘭戰場的 他計算這個俄羅斯的主戰坦克 已經損失了一千七百輛 他是很精準的 他就是看每一個圖片 按照每一個圖片來分析 但實際上損失的比這個多得多 烏克蘭發表的是已經三千多輛 三千多輛這個坦克車 所以俄羅斯現在已經 這個他的軍力已經是很弱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但是烏克蘭現在的這些攻擊性的武器 才在開始進來 才在開始進來 所以這場大戰打起來的話 我看俄羅斯是沒有什麼勝算的 所以普丁希望在三月以前 把這個盾巴士整個拉起來 是不切實際的 不可能的 我們上一段已經講過了 劃哥拉那個老闆已經告訴你 要一年辦到兩年 要一年辦到兩年 我們看俄羅斯戰爭即將滿一周年了 滿一周年我們剛剛講的 普丁他非常火大 我本來以為我要打閃電再大 我本來以為說 我只要在五天之內 我就可以拿下基附 沒想到拖了一年的時間 普丁現在在他的國內大量的徵兵 現在你講 你現在如果在俄羅斯的健身房 表示你身強體重 你在健身房我就把你拉走了 總共拉了五十萬人 拉了五十萬人以後 我在二月二十四號的前夕 我要發動攻擊 沒有想到他碰到的是 他的坦克軍團一個一個被殲滅了 沒錯去年的二月二十四號 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從原本的閃電戰 變成現在的持久戰 那持久戰打不下來怎麼辦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普丁一定是穿BANBAN 他準備了五十萬大軍 同時集結了一千八百輛坦克 要進行一個春季大反攻 他目標要拿下整個烏東地區 那甚至要鞏固更多的這個領土 結果沒想到現在大家說 他要做一個大反擊 結果你要大反擊說得這麼大聲 結果沒想到最近大家都爆出說 你要大反擊的前夕 你現在死亡人數節節的攀升 現在根據英國國防部 跟英國媒體的預估說 他現在每天陣亡的俄羅斯的士兵 至少高達824名 而且每一天每一天 每個月每個月一直在攀升之中 現在死亡的速度 跟人數都是越來越快的一個狀況 一開始我們要講的 你一天死一百多個就不得了了 兩百多個就很多了 現在居然平均每天要死824個 而且有一天還超過一千人 也就是說陣亡人數越來越多 現在根據國外媒體的預估說 俄羅斯已經陣亡至少13萬多 快要到14萬人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俄羅斯過去最引以為望的 這個鋼鐵洪流啊 我的坦克車啊 就沒想到現在 好像進入烏克蘭戰場 好像被碾壓 包括說你看這幾天 在這個烏克蘭南部的 這個烏東南部這個地方的 這個福利爾市的時候 他們雙方你看 這一台一台坦克車 進入地雷去爆爆爆爆 沒有沒有沒有 鋼鐵洪流變成是破銅爛鐵的一個局面 所以就是說俄羅斯現在 會不會建築回去啊 現在美國很擔心啊 所以美國現在他們 美國駐屋這個俄羅斯大使館 通牒所有的 在墨斯俄羅斯境內的美國人 或是你在旅行來的 現在有一個命令說 趕快離開 趕快跑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如果俄羅斯 真的抓狂的時候 搞不好會把你抓起來 所以事實上現在 美俄的關係呢 似乎真的是 因為現在拜登好像也不想演 那是不是普丁 隨時有可能會 對這些美國公民呢 會動手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俄羅斯在烏東戰場 他的戰車 內部已經出現不同的意見 剛剛講到的 在一周年的時刻 普丁動用了五十萬人力 一千八百台這個裝甲車 我要進行一個反攻 幹嘛講 我要最短的時間 把頓巴斯 頓內斯克 魯干斯克 重新掌握在俄羅斯的手上 但是欸 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發揮其大作用的瓦格納的領導人 還講沒有辦法 對 你光是要把頓巴斯給穩住 對 至少要兩年的時間 因為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這個普丁接受到媒體的訪問 他還講到說 我們這個子弟兵在那邊打仗的時候 他說我們現在正是英勇的作戰 他們現在做得非常好 你看他的神情其實是這樣 但是其實媒體都有在報導 都有在這個質疑他 我剛才講到的狐利達爾 所以說當然 剛才我們講到坦克車 一個個掛掉那個地方 你知道我們現在打了 幾乎是全面被摧毀的這個狀況嗎 你知道嗎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保潔你知道 現在為止 俄羅斯的很多動員兵 他們其實很心不甘情不願被動員去 所以他們常常在拍一些影片 他們就集結起來 就在那邊說 我們可不可以面臨屠殺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會進行這種 人肉絞肉計 他們還自己說 他們把我們的視為什麼 應徵入伍的人 視為可以消滅的肉末 所以就他們都知道他們去送 所以他們就在指控 他說我們現在過去的話 真的會死越來越多人啊 沒辦法 那甚至連這個 我們這一次現在在烏冬戰場 打得非常好的 這個瓦格納的這個領導人 普里格金 他就直接說得非常清楚啊 他說你要完全拿大頓巴斯克 盧桿斯克和頓內斯克來說 至少要一年辦到兩個 那如果還讓他地內博核的話 要三年的時間啊 所以他現在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 可能又是曠日費時的一個戰法 不會像普丁說的 你好像發動這個春季攻擊 好像就可以拿下整個烏克蘭 他覺得那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普丁可以說 把他首項籌碼全部都壓下來了 壓下剛剛講的 我現在動用50萬大軍 50萬人也是在俄羅斯內 盡量的拉副外 剛剛講說你到健身房子 展現你很強壯 對 馬上就把你給抓走 好 我現在動用了50萬人 我用了1800輛的這個坦克 我要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攻擊 結果我沒有想到 按照英國國王 我覺得他非常的準確 他說俄羅斯的傷亡 正在與日俱增 我覺得這一次的春季攻擊 等於是莫斯科或是普丁方面 把這個壓箱底 或是傳家寶都拿出來 如果打不下來的話 那可能真的這個戰事對他們 是相當相當是不利 那尤其是你看最近 這是英國媒體 英國國... 這個國防部公布的數字 你看 原本在去年年初作戰 後來有一段時間 他們死亡人數每天都在100多萬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你看 一直不斷地往上攀升 500 然後到537 700 824 可見他們在烏東戰場的難度是越來越... 而且雙方消耗得越來越嚴重 那尤其是我們就講 他們很多士兵到前線 為什麼很多士兵都說我們是肉末 真的還是肉末 你看很多...很多畫面出來 這是我們烏克蘭的軍隊 他們公布出來 他們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拿著這個步槍 拿著這個槍帶 準備瞄準你 你在俄羅斯... 在跑步的是俄羅斯的軍隊 對 我現在從我的這個所謂的 瞭望劍上面 你看的1725 我隨時用槍或是用砲 在瞄準著你們 好 那就是公布這個畫面 當然要嚇嚇你 另外一個是 這是俄烏戰場裡面 在烏東戰場裡面 都是肉搏戰 你可以看到事實上 在很多這個烏克蘭的 這個視角裡面來說 他們都是我拿著這個火箭筒 我拿著機關槍 我當然說往那邊掃射 所以他們說 現在烏東戰場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沒有錯 俄羅斯軍方死傷 真的是比大家想像中 都還要更加嚴重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最近講說 中國以前不是有什麼大刀隊嗎 而且講講 你只要敢撤退 你只要敢撤退 我就把你給斃了 所以你只能往前抽 現在剛剛講的 瓦格納兵團 當然不講 為什麼他們害不會死 搞了半天他們後面也有機關槍 你只要敢往後撤退 我就把你宰了 對 這是根據這個 錢瓦格納的這個僱傭兵 他說的是重傷 他說什麼 我們要在烏東戰場打的時候 我們有90人在第一排 然後衝出去之後 結果沒想到60個人就死了 那很多人就受傷 90個人 60個人在低波攻擊就死掉 死了之後 如果這一組不成功 沒關係 我們再派下一組 下一組人再衝上去 而且你知道 你如果趕回來的話 他們真的就會拿槍把你打掉 就反正我們要服從這個命令 他說你看 人可以在身邊死去 你可以為你放下武器 但什麼時候不會發生 下一波攻擊會在10分鐘開始 也就是說好 那你就算不攻擊 人家也會攻擊你 所以他們整個傷亡 是相當相當慘重的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傷亡相當慘重 你可以看到這些畫面 這些畫面是什麼畫面呢 就是烏東戰場上面 俄羅斯的士兵 你看他們都是一個單兵 一個單兵 或是幾個人在那邊跑 烏克蘭用無人機過去丟你 你看丟下去之後 畫面很清楚 本來在跑動的人 沒多久之後 就炸成這個肉末的一個情形 另外這也是一樣 這都是很多人 在那邊走來走去的時候 他們就用這個飛彈丟過去 丟過去馬上就把你炸下去 炸下去就完蛋了 所以那你知道 為什麼這些士兵不能夠撤退 你看 沒有命令我們不能撤退 因為如果我們不服用命令 我們會被殺 所以他們只能夠往前 對 那問題是往前也是死 然後單納那邊也是死 那回去又是死 所以才說 俄羅斯的前線士兵 是相當相當可憐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講說 他根本就是人肉戰爭 一組人不成功 馬上另外一組就上了 對 我就說嘛 他們就說我們90個60人都死了 但是沒關係 下一組再上去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不止的烏東戰場 我們講到烏南的胡利達爾 胡利達爾 就之前原本俄羅斯想要往南去 攻占這個T-09 0509 這一塊公路的時候 進去這個地方 就沒想到 他們想說 這邊用坦克車進去 就沒想到 那坦克車進去還真的 烏克蘭也是穿便宜 烏克蘭就用這個地雷給你 就知道 我覺得俄羅斯的軍隊 好像是不知道幹什麼 好像早模一樣 他們進去這個胡利達爾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在胡利達爾 對 沒錯 你看他們一連 我們達爾約莫五六台戰車在那邊走 對不對 結果第一台戰車已經中了地雷 第二台戰車想說旁邊繞 再中地雷 第三台他過去又中 又中地雷 所以好多台地雷 好多台車連續中了這個地雷 所以有人看了這個畫面說 俄羅斯的裝甲兵 根本沒有經過完整的訓練 對 當你發生狀況的時候 你該怎麼樣緊急處分 對 你都不知道 你應該是先找人下來看看狀況怎麼樣 結果沒想到一台一台 好像是糟肉膜一個一個過去都完全炸掉 所以他們在前線 為什麼胡利達爾是他們目前 他們明明就派了非常大量的軍隊過去啊 但是問題為止來說 似乎是完全打不到 所以胡利達爾現在經過戰後來說 到處都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鋼鐵坦克的殘骸 所以你說現在有兩個戰區非常的激烈 一個是胡利達爾 對 一個就是馬赫姆特 兩邊等於是精銳進出 進入了一個絞肉機的戰爭 對 我跟你講 胡利達爾是俄羅斯想要拿下來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果然這個所謂的巴赫姆特 這個地方烏克蘭拿下來 根據俄羅斯的說法是你看 現在他們是三方把它圍困起來 準備要這個做一個口袋 所以把你夾住 但目前為止 這個戰況的確相當激烈 尤其是目前為止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俄羅斯有出動他們的飛機喔 俄羅斯出動這個蘇25的這個飛機 結果沒想到好像被擊落 所以整個這個飛機就掉下來 然後毀在這個地面上面的這個狀況 甚至這個地方來說 他們有非常多的坦克車 也都被烏克蘭擊中 所以雙方在這邊真的戰得非常激烈 你說戰爭打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很多國家已經不能自身事外了 而且很多國家已經開始表態了 美國大使館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 都在講 居住跟在俄羅斯旅遊的美國公民 你要趕快離開 不然你有不當居留的風險 代表說 俄羅斯不是只有把烏克蘭當成敵人 我現在可能把你美國當敵人 把你美國當成敵人 你所有美國公民在俄羅斯 我隨著把你抓走 你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也不演了 也就是這個本來是一個代理人戰爭 可是這個打到後來 各個國家都要表態 各個國家頭都要洗進來了 現在沒有人要演了 第一個 美國這個動作一定要做 很簡單 你現在今天想 美國中央情報局 現在在俄羅斯 在莫斯科裡面 派多少人在裡面收集情報 這他一定開始要 開始大清洗的動作 一定要開始 你說普丁會大清洗 大清洗 老美在這邊搞 他知道 他一直 那因為這個是邊緣原則 對 我們都知道 所以美國現在也準備不演了 不演了我們也談過 他後面的整個所謂的烏克蘭的空優 是到底怎麼把握 如何來阻擋這個俄羅斯的空優 對 這個東西美軍如果不出手的話 實在很難相信 所以你的F16給不給 你的颱風給不給 實際上現在在空中的衛星 它的這個偵察機 包括無人機 大量的偵察監控任務 現在誰在處理 北約在處理的 這已經介入了 所以他現在知道說 這一次在接下來的戰爭的話 就是決定性的會戰 對不對 決定性的會戰我們知道 決定性的會戰 當然是 而且今天有個消息 北韓發了一個新聞 注意 公開喔 北韓中央社發了什麼新聞 你知道嗎 說他們現在要派 300到500個藍 這個 藍丁 藍丁到頓巴斯去 2月中旬就要開始出馬了 要派人去了 時間都講了 他人也出來 這個人怎麼來的 我跟你講 他是從俄羅斯的 目前在俄羅斯 駐俄的貿易公司裡面 的藍丁 的藍姓 他要頓巴斯去的話 他現在收美金 他就公開表態 對 他有好多 就是在這個機會 金正恩也發揚財了 你知道嗎 他收美金完了以後 對 然後他國際上他有亮點 對不對 然後他還有兵工技術 他可以Copy他的這些東西 還有讓他的部隊 能夠實際參與實戰化 對 這個北韓難道只有派300到500個人嗎 不只嗎 當然不會吧 後面一定會來的 因為他整個總工 現在目前俄羅斯準備派出來 這次的兵員的統計 是50萬人 50萬人那些北韓敢公開表態 他在 等於說他在全世界告訴你 我現在介入這場戰爭了 對 那過去北韓是難得的機會 北韓過去飛彈發了那麼多顆 沒人理他 對 他現在搞這個玩意不得了 大家開始重視他了 所以北韓也公開表態 然後中國也公開表態 中國現在也被查出來 所有很多高科技的半導體零配件 全部都是大量由中國供應過去 對 所以這個已經開始跟 就是華爾街日報去查 等於說中俄之間的貿易的 所謂的往來 一查很簡單 你所有東西都從中國來的 他是從海關的部分資料 查出來的 海關部分資料 那還有大部分資料 沒有曝光的還一大堆 所以這個戰爭已經是 進入這個決戰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瓦格納的領導人 講得很對 你要拿下烏冬的話 你要花兩年時間 這兩年 你為什麼估算兩年 我不知道 可能是俄國的兵力 現在是目前的訓練不足 或戰力不足 但是以他現在所講的說 他準備了一千多輛坦克 要跟他打 這個開玩笑 這是什麼樣的戰爭 然後你看到 所以說我認為這一次 現在從美國這個反應來看的話 他可能美軍有一定程度的介入 也知道現在俄羅斯 所以準備 向準的目標上來講的話 不是只有烏克蘭而言 這個戰爭可能會產生外裔的效應 一定從烏俄戰爭 擴展到有北約其他地方 你記不記得上禮拜 有一顆飛彈 打得從羅馬尼亞上空飛過去 對不對 但是那個羅馬尼亞 不承認這個事情 但是已經有照片都出來了 但為什麼他 因為羅馬尼亞也公開 公開給烏克蘭 所以他就用 故意打一個飛彈 去經過你的上空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從普丁剛剛的說法來看的話 我認為他已經整個歪一化 不會說只有在這個頓巴斯 或是盧丹斯克那麼一個行動 難怪難得知故 剛做完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就是 如果戰爭在發展下去的話 北約就會被捲入這場戰爭了 現在最可怕的就是這個事情 而且會不會捲入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高 但其實現在已經捲入了 嚴格講他已經空中 已經是他的嘛 整個情報說就是他的嘛 但是他是不是有軍力直接介入 我覺得他會很小心 處理這個事情 不是 但這個戰爭 越來越擴散 北約可能會捲入 北約捲入裡面有一個 非常關鍵的國家 那就是英國 英國就帶頭說 這次剛剛講 你要戰機 我會給你戰機 我給你長針火炮 甚至現在已經看出來說 原來烏克蘭的軍人 已經長期在英國 接受坦克駕駛的一個訓練 這些人要快速回去 就沒有想到 現在英國打頭棒之後 剛剛講的 現在美國的M1坦克 也在路上囉 也都抵達了這個所謂 也抵達了德國 現在越來越多的武器 都進到烏克蘭了 去年3月開打的時候 大家最怕的就是 普丁爾的捆農所 把整個歐洲給捆住 靠的就是石油跟天然氣 現在這個捆農所 完全失效了 失效 他的能源戰爭失敗了 已經失敗了 失敗之後 英國這些國家當然不怕 英國帶頭 德國跟著在後面 所以英國帶頭就說 我把颱風戰機 我把挑戰者坦克 都提供給你使用 甚至訓練它去 可以 烏克蘭的軍人 可以使用這些東西 甚至還提供的 英國的巡翼飛彈 魚叉飛彈 包括反艦飛彈 也都提供給它使用 整個英國帶頭 起了這個作用之後 所有歐洲國家 必須要跟入 把自己的主力坦克的戰鬥機 包括歐洲航太公司的戰鬥機 也可能會提供給 所謂的烏克蘭來使用 所以現在英國不但會提供 魚叉的反艦飛彈 甚至 英國有一個 暴風影的巡翼飛彈 它可以射250 300多公里 我這個也要給烏克蘭貓 所以它就可以用 這個巡翼飛彈來攻擊 所謂的克里米亞半島的 俄羅斯的軍事基地跟工廠 或者是它的相關的 可以生產武器的地方 所以有這個武器之後 對於整個英國來講 或歐洲來講 它完全就越來越怕 不怕所謂的 俄羅斯普丁這一塊的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這張圖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本來去年3月的時候 它靠石油跟人員 來威脅整個歐洲 沒想到 天柱澤倫斯基不柱普丁 今年的冬天 醉的人都通通出現在美國 結果歐洲都不能 是暖冬 是暖冬 完全不依靠天然氣 所以現在天然氣發生什麼狀況 今年年初以來跌了46% 所以價格是連七週七跪 一直跪下來之後 所以很多做石油交易的 當對沖基金的這些人說 普丁已經輸了能源戰爭 他們這些像石油 安杜蘭他專門在對沖石油 專門在炒作石油 他把所有的歐洲的天然氣 全部攤平 本來他這做多 他認為漲 現在全部把它攤掉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普丁輸定了 歐洲不可能回頭再去求普丁 價格不會再上兩個 所以價格發生什麼 所以說過完這個冬天 歐洲就一起來了 對 因為天助歐盟 不助普丁 所以本來是超過300歐元 一單位 現在變成54 完全不怕 而且第二個是 一旦不回頭 不用普丁的天然氣 完全用的是美國跟卡達的天然氣 所以現在不管誰 炸了北溪管線 反正一千合約就是15年後了 所以怎麼辦 這些人就預估普丁越來越怕歐洲跟習近平 所以現在怎麼樣 萊茵金屬的價格開始大漲 我們都知道萊茵金屬是什麼公司 是德國最重要的軍火公司 也是鮑俄式坦克的生產業者 它股價在狂漲 但萊茵金屬 鮑俄坦克的生產公司 股價是往上衝的 對 他這過去六個月 代表他會大量生產了 對 因為剛才胡董說了 要提供1000多輛的坦克 大家最希望的是什麼 德國的爆坦克 因為他做了120厘米的滑膛炮 其實除了俄羅斯 再來就是德國會使用 連美國的M1也用它的砲管 他現在還不只 他的指定長還站出來說什麼 我現在不只要提供所謂的爆額式 我那KF51 站在實驗 其實世界上只有一架 一輛啦 比如那個傳說中的黑爆坦克 它以前是120 它現在是130 多了10公里之後 規律多加了50% 甚至有主動式防禦系統 上面還配備了以色列的 無人攻擊機 無人機可以攻擊 所以他等於是 要把這個概念機也提供給他 這代表什麼 整個德國的軍火工業 擺脫了俄羅斯的人員控制之後 全火力全開 一旦它啟動的話 等於烏克蘭有 源源不絕的軍火可以提供給他 德國也會給嗎 對 所以德國已經開始在訓練 所謂烏克蘭的駕駛報式 所以一旦駕駛我們看到這叫黑爆 這個叫黑爆 對 它等於用新的 以前只有120公里米的 華湯砲 砲管 現在它是130 所以威力跟射程都多了50% 可以裝甲還是主動式防禦裝甲 不怕人家打 它可以自動然後彈開 所以它等於提供了最先進的武士 當然它要做什麼 而且你講說華湯砲 本來就是德國的長處 對 M1也用差 挑戰者也用它的 包括日本跟韓國的主義坦克 其實用的都是它的砲管 簡單的講萊茵金屬 它光生產砲彈喔 坦克的砲彈一年生產 二十四萬枚 全球都用不完 如果它火力全開 烏克蘭還怕沒有武器 先進的武器來打 所謂俄羅斯嗎 好 都別 剛才講普丁不是做好準備了嗎 他不是搞了五十萬元嗎 不是講說我在這個 俄烏戰爭一周年的時刻 我要反攻 我要把頓巴士地區全部拿回來 我要增加我的一個籌碼 跟西方世界談判 什麼出師不力才剛剛要出手 剛剛看到的畫面 你的鋼鐵洪流 又是剛跟開始一樣 一個一個被炸掉了 對 其實普丁的這個 不能講反攻 他是侵略者 侵略者 大舉進攻其實還沒有開始 還沒大舉進攻 他這個所謂五十萬人 我覺得是垂流 不可能 第二個 他上次已經動員過一次了 對不對 上次動員是三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 結果如何 對不對 結果如何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這次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大進攻 在之前有人講 是整個戰線的 甚至是從基輔那邊也要下來 我不認為 我認為俄羅斯現在已經沒有能力 發動這麼大規模的進攻 這麼長的戰線 有一千多公里 他沒有這個能力了 你從他這次 這次這個戰爭 這個叫做烏拉達爾 烏拉達爾 這個戰爭其實 並不是規模很大的 雖然他被殲滅了這個三十幾輛 這個戰爭你可以看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第一個 烏克蘭的打法沒有變 還是用無人機 還是用火炮 而且這次烏克蘭是零傷亡 烏克蘭是零傷亡 剛剛講 俄羅斯每天都是八百多人 有一天還超過一千多人 每天死亡的數字這麼高 但烏克蘭是零傷亡 這個戰爭 這場戰爭它是零傷亡 有大概將近全部是丟下來就跑的 而且我最不可思議是 你看到那個坦克軍團 你的第一輛車已經碰到地了被炸掉 照理講你後面應該要撤退 或者要做一些所謂的防禦 沒有 第一台車炸掉 第二台車再炸掉 第三台炸掉 代表所有人都慌了 對 它不知道怎麼辦 對 關鍵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說它吹流 我認為它是吹流 所以又增兵五十萬 第一個是不可能 第二個它增兵五十萬也沒有用 它上次的增兵的結果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對不對 那現在普丁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剛才講的 全力攻打頓巴斯 他也下令了 他前一陣子不是下令嗎 三月要把頓巴斯拿下來 結果這個瓦格拉 其實都是瓦格拉在那邊打的 瓦格拉就講老實話 我拿不下來 我告訴你 至少要一年敗到兩年 現在不但是這個 普丁所謂的這個大進攻 還沒有正式開始 我認為沒有 第二個 我認為他就算是開始 他也不可能有成功 不可能有什麼成果 對 就是瓦格拉這個傭兵 這個老闆講的 第三個 其實烏克蘭的反攻 也沒有開始 到今天為止沒有開始 烏克蘭也沒開始 沒有開始 那大家在等什麼 他還不夠這個能力 他現在收 俄羅斯從2月24號 去年2月4號攻打下來的 其實烏克蘭已經收回了 將近一半了 將近一半 就是包括這個 基輔 哈爾克夫 這個赫爾松這一塊 其實將近已經收回來一半了 但是是打收回來的嗎 不是 俄羅斯跑的 他撤退了 所以烏克蘭的 正式的反攻 其實也沒有開始 但是會開始 為什麼會開始呢 他的攻擊性武器 現在慢慢慢慢進來 你說坦克進來的 對 坦克是攻擊性的 對 先前的這些長城的火炮 其實還是防衛性的 這是打他的後勤那些 所以他這個進攻性的武器 進來之後 他的反攻會正式開始 對 那麼這兩邊的正式對撞 這場我們會看到 那我判斷 俄羅斯是會垮掉 這場是 當然是一個決定性的戰役 就像我們以前 在節目裡面討論過 對 這個坦克大戰 一直都還沒有發生 現在可能會發生了 那烏克蘭手上 這些所謂的鮑爾 鮑爾坦克你知道嗎 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那個坦克 他那個炮穩到什麼程度 放一杯酒不會倒下來 對 他快速地這樣動來動去 他不會倒下來 所以他的信念是非常優越的 對 那這個戰爭 以前我講 我曾經講過說 可能會很快結束 因為假定我是普丁的話 我早就結束了 因為打不贏的 對 打不贏的 我也講過 烏克蘭這個戰爭 只要讓俄羅斯打不贏 他就贏了 關鍵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最近 這個俄羅斯又拋出來這個 什麼無條件談判這些 當然這個東西 裡面還有些文章 也顯現出來 這個俄羅斯在這個戰爭 其實早就已經走到絕路了 只是普丁一個人 他不願意承認失敗而已 關鍵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中心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